今天有一個任務就是我要倒退我的中文餐廳 哈囉大家好我是First Day Satchan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台灣拍加熱式日式生骨萃的電視廣告 YA 那在這個電視廣告裡面 我有一個很重大的任務就是 我要倒退我的中文程度 對 因為就在常常說 我的現在的中文發音太標準了 那可能想要有這個比較更日式一點的感覺 所以他在要我念台詞的時候 那個日本音 口音可能請我在加重 那我真的是要生命在學中文 就是我從小學的時候 每天讀八個小時 7.8年 這麼久 那就是苦多的中文這麼久 但是發音對我來說 一直都是一個造難 那其實我現在的發音 真的比我剛來台灣的時候好 非常非常多了 那現在也很多人會有人跟我說 我中文太好了 我不敢相信我是日本人 那還有比較有趣的情況是 我之前在別部做日文教學的時候 會中日文交雜講話嗎 然後他以為我是假裝自己是日本人的純台灣人 然後還糾正我的日文發音 結果我的日本朋友知道都大小 就跟我講說 中國語很長的事也有很多 沙蔣也很難 他說原來中文太好 也會吃虧啊 沙蔣真辛苦 我也滿驚訝 居然會被台灣人糾正我的日文發音 那現在韓信性有些人會這樣子說 但是我本來的中文真的是超過超過的 因為剛來的時候我真的是 什麼都不會講 然後日文的這個 日本口音也很重 人要好再更好 人要進步很難 但是倒退卻很容易 就跟游減入奢易 游奢入減難一樣的意思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在廣告中的台詞 然後也請比較以下差別 然後也教教大家如何疫苗變日本人 那廣告中我講的台詞 我現在正常的唸一遍 就是日本人系早餐加日式鮮骨萃 應該是這樣吧 再一次 日本人系早餐加日式鮮骨萃 好這個是可能現在 我變比較好的時候的發音 對 那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 日本人覺得中文比較難的發音有哪些 那我記得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是覺得 那個 恩跟 恩嗎 我覺得這個發音對我來說很難 然後還有一點是 大家都會念 愛壹壹壹壹 對不對 然後 壹的音跟這個中文的作音 壹的音 發音完之後舌頭會往後縮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鼓這個音 就是我覺得中文的話舌頭會比較往後縮 但是如果由日本人來發音的話 嘴巴不會這麼尖 舌頭也不會這麼往後 所以就變成 骨 骨 有感覺嗎 日本人唸鮮骨萃 的話可能會變成 鮮骨萃 鮮骨萃 就是骨 然後 嘴巴可能沒有那麼毒 沒有那麼尖 發音完之後的舌頭也不會這麼往後縮 因為骨 就是舌頭會比較往後退一點 但是日文是 就是不會的 我覺得這個是蠻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我把我唸的台詞打成日式中文的話 大概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可以想像一下 中文的發音全部都套入50音去發音的話 大概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拍廣告的時候 那個 就是要求還蠻特殊的 就是他要我講話要比現在日本腔要來的重一點 可是又不能重到 就是聽廣告的人聽不懂我的中文 所以我現在打的這個字的話呢 應該是日本腔重到會讓台灣人聽不懂的那種中文程度 那我就以照著這個日文唸一次 大概就是 一輪人機早窗 加雷四千五歲 哈哈哈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可能如果在廣告突然聽到 台灣人應該會聽不懂對不對 所以可能我的就是中文要再比這個好一點 所以最終我拍出來的廣告的發音配音大概是這樣子 請在這邊來看看 好 那不曉得那個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我中文的進步 哈哈哈 因為我以前講話真的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我記得我常常就是 就是小時候喜歡吃麥當勞 我好像以前都會說 我要雞麥當勞 好那最後無聊再用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拍廣告的前是做了哪些努力 那這些努力可能對大家來說根本沒有差 我想說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希望盡我最大的努力 所以盡量可以達到最好 好那如果覺得影片有趣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麻煩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喔 那也歡迎留言告訴我你學習日文或者是中文 或者是你自己的一扭變日本人的方式 那每天都會在Facebook Instagram用中文分享資訊 那請大家多多follow了 那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請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